多元视角 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装一携 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反复春雨 3D话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在香港为您直播的凤凰Uradio 3D话新闻 大家好 我是春雨 大家好 我是佩芬 佩芬来了就说明我们要讲台湾了 其实最近内地老B真的很火 因为有人上传了一个段她的视频 结果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台湾也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事件 就是有一个叫李倩荣的过气女性 对吧 然后她是一个炫耀狂 结果有一天她在她的脸书上 上传了一张她在驾驶舱试驾的照片 可能大家只以为她是一个炫富 结果涉及到军事经历被泄露 所以现在在整个台湾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对 我才刚从台湾回来 就回台湾大概十天的长假期嘛 就因为她的炫耀 害得我在台湾这十天的新闻 就只剩下一条可以看 对 因为这事情其实就是 说真的我觉得 这其实也反映出现在很多人的心态 因为台湾人比较习惯用脸书嘛 因为内地人可能比较多用微博 那脸书的话 其实包括我自己很喜欢去吃个什么东西 就喜欢打个卡 我今天去什么一个大肠面线摊 我都会打个卡 打卡就是报道 但她也未必是炫耀 她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在这边 我去品尝一个味道 也让人家知道推荐人家的小店 其实未必是炫耀 可是我觉得李倩荣 是台湾说很白目 就是因为她本身去做这些 我觉得她可能在认定上 她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不妥的事 因为他们去参观的一个军事基地 然后有一个最 就跟美军买的最先进的直升机 阿帕奇嘛 然后她就在坐在这仓里面 然后拍了照 然后打了卡 然后上船了 这时候就出来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这一群人 一个艺人可以到这样的一个 机密的不对外开放的一个军事基地里面 去拍这样的照片 所以这就是延续到后面 就越深越大的一个风暴了 对 但是像李倩荣这个事之后 其实大家根本都没想到 到现在一共台湾的军方有关的人士 已经有18个受到了处分 而且台湾军事部门的长官 他也是想要引救辞职 结果现在马英九是把他挽留了 因为好像这个军事部门的长官 已经在一年之内换过两个了 这是第三个 再辞职 这就太平凡了 所以可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大家又回到这个最初的原点 就有人在争议说 这个阿帕奇飞机到底是不是机密 那我们马上来请教台湾资深的军事记者 洪哲正 根据国防部最新的说法 国防部长高广宜 也在立法院接受了备询 包括参谋本部的副参谋总长 普哲孙都出来说明 他们甚至为了这件 所谓的公关灾 阿帕奇的公关灾难 去跟我们的美国在海协会 去跟这个美军的相关单位 反复开了好几次会 美军已经觉得阿帕奇怎么会为了这个事情来 来来来来来做询问 但是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 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关事件 那美军这个据国防部引述 美军跟美国在台协会技术组的说法 都说不管是座舱也好 不管是这个战斗直升机的整合式头盔也好 它目前是没有被划分在机密等级的范围 但是有的媒体就报道说 这次泄密的这个面板可能会使台军 丧失一个旅的战斗力 是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这个是这么说的 AH-6是一型的这个我们说Guardian的这个直升机 的确是最新的型号 目前只有台湾跟美军也在使用 一般的这个军事观察家 或是这个专门专业的这个军事记者 就专门跑装备军事装备 常常到各国的航展去参观的记者 也都了解它的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 所谓敏感性就是说 通常我们当记者的 他要趋钱去把这个座舱的里面 所有仪表拍摄下来 我们是一般来说是会被阻止的 没有错 那但是这个面板的方面 是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通电 他今天如果说开启了战术仪 还有很多资讯在跑 有跟那个头盔一样 他的头盔前后都有些感色机 跟目标连接装置 他如果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 他没有任何战术数据 那会不会形成所谓的泄密 我觉得我个人是持保留的意见 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 网络上搜寻有很多很多照片 很多APA器面本的照片 那现役的不要说是H-64 H-64D叫旧的型号 这些都是在现在美军在各国战场上使用的主力 他甚至现在还都在战役之中 在执行作战的任务 但是他面板出来 没听到说美军因为这些面板的曝光 造成他们的战力减损 去大声几乎说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正在作战 你不能弄出去 事实上我们再来比较 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保密警觉是要的 我个人支持我们一般的读者也好 一般的这个专家也好 对这个要有所认为要有所保留 认为要有所这个警惕 我个人非常支持 但是呢在实际上在实物上面 我们是没有解释到 因为面板 因为战术头盔的一些资讯 被战术头盔被带来带去 吸出阴外 真正的发生了危安 真正发生了泄密 所以在实物上目前我们是看不到的 可是说真的 其实真的大家一般的大老百姓 真的不是军事专家 各种说法都有 你看我 我记得刚出来这新闻的时候 台湾军事部门的发言人 也出来讲说 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机密 因为你说在那个外国 什么国家地理频道啊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 你其实可以 很容易找到这台直升机的一个 一个介绍或什么 其实它不是一个机密嘛 对 可是我又看到另外有一个是大陆媒体的一个报道 他反而有一点觉得台湾人很奇怪 因为台湾人现在聚焦的部分 好像都是要惩处要干嘛 对 反而都没有聚焦在 其实李倩龙的那张照片 他拍的那个角度 其实是已经有把整个座舱的那个仪表板都已经拍上来嘛 对 那其实他是阿帕奇的最新的一个 而且是为台湾好像特制的一个 AH64亿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公开过的仪表板 确实 因为这家一张照片 所以其实这个仪表板大家都知道 原来长这样子 嗯 所以你说各种说法 就它到底是机密 还是整台飞机 是飞机不是机密 只有仪表板是机密 其实各说各话 嗯对 但是像李倩龙这个事之后 呃 除了之前的三个团 又有第四个团被爆出来 去参观了这个 阿帕奇的飞机 简直就变成了一个阿帕奇飞机的乐园 就是供大家参观的 但是呢 军方这时候给出了一个解释 说这第四个团参观是合法的 因为有登记 但是就有人再来质疑说 即使是登记 也不应该有这种 游乐性质的旅行团来参观 然后就像观光一样 我们就这个问题 也请教了台湾的一位专家 马上我们来听到了 是台湾的军事专家 现任的台湾军事部门咨询委员 宋兆文先生 早前接受我们采访的录音 呃 是这样子了 你是看参观人的身份 嗯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有个提出申请 他如果有提出申请 经过核准 就没有问题 好 那但是他的参观 什么样的程度而定 嗯 你从外面去看 从外面去拍照 那还好 好 那你进到座场里面 就是不行 就叫前面所谓的 第四团有参观过 那时候有登记 有经过核准 而且没有违背规定 到座场里面 就在外面看 看给你看啊 这个飞机刚刚回来 在高雄港就很多人在外里看啊 回来以后马上就开记者会 现场上你们拼命拍 iPad 尽量拍 无所谓啊 嗯 那你这个上 这家飞机资料公司 网组上看 他讲得更清楚了 他连那个 长工雷达 他都把它打开 还给你看到里面的 那些零组件 都让你看得到 那你看到外面没有用啊 你要知道里面的参数啊 就是 你要把它通上电源 把参数能够拿出来 才是最重要 对不对 嗯 那最主要是他把人 带到座舱到里面去参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他把 这个飞行头盔 拿到外面去参加party 对于我们都非常不谅解 这件事情 嗯 好 虽然说美国人的习惯 就是飞行头盔属于飞行员 但是飞Apache的 还有飞现在更先进的 F-22 F-35 比较先进的这个F-16CD 或者是EF 还是大华梦也好 还是那个F-15 这些飞机的安全头盔 是跟作战有关的 嗯 那他自己本身可以 不用低头看仪标 那所有的状况都显示在 他的头盔 他前面有一个护目镜 就显示在护目镜上 而且可以瞄准 可以设计 知道武器的状况 除去这个 还可以把 战场的这个整个的情报传递 啊 呃 战场作战的时候 战场管理的方式 他都可以看得到 嗯 他不用低头啊 那就迅速做决定啊 对 这个头盔是 至今 他把他带出去的 我们是非常不了解 嗯 非常不了解 其实 飞机是可以参观的哈 只要不通电 然后但是这个头盔 戴出去是一个 比较违规的事情 嗯 刚刚春雨讲到说 昨天那个军事部 我们出来说 那个第四团是有 因为申请嘛 而且没有坐到 那个座舱里面去 拍照 所以是OK的 所以我有点后悔 我这次为什么 回去台湾 没有安排一下 这一块阿帕奇呢 其实你也可以申请 对啊 我也可以申请啊 而且作为一个纳税人 我就是 这飞机是我买的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应该合理 应该要申请一下 这有点可惜 有点后悔 可是回归到 这一个 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本身 你当然有很多层面在讲 你先从这件事情 他个人就是很白目 就是做这件事情 可是后续的很多的问题 其实也非常奇怪 你说包括 你说陈楚这个事情 刚刚春雨有讲到 说这次 其实陈楚的成绩还挺多的 对 可是从这个新闻 我刚刚说 整个在台湾的假期 都是这个新闻 延烧了这十几天 从一开始 其实台湾的军方 是想要 轻轻带过的 就三个申戒 就把它处理掉的 可是后来发现 整个舆论 烧起来了 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事情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包括 你说这个主角李倩龙 跟他所谓的贵妇团友们 一开始也觉得 没有那么严重吧 不过就是拍张照 到后面 你看每一个贵妇 都必须要 打扮得很简朴啊 在镜头面前 表现自己非常 真的不好意思 我错了 希望给我一个机会 其实你就知道 其实这件事情 在舆论上面 引起多大的一个 对 其实确实真的 造成这么大影响的原因 是有很多个的 反正现在我们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这个东西 确实是可以参观的 但是呢 只是李倩荣他参观了 才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为什么李倩荣参观之后 即使他后来 出来道歉了 他也不被大家原谅 其实我觉得 他是非常非常无辜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不能参观 就像佩芬说的 他是一个白幕 假设是我有一个 军官的朋友 带我说 你来参观我的这个飞机吧 然后如果我觉得 他既然邀请我 那肯定就是可以参观的 那问题应该是出在军防 他那只是一个 被动的受害者 但是大家好像真的 对他是非常不宽容 不谅解的 为什么大家不谅解 不宽容 我们也就这个问题 采访了台湾大学的 哲学系教授林火旺 听听您恍旺教授 是怎么解答的 民众其实对他不宽容 当然是因为他事后的发言 那假设今天我 我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外面有人在 在提出质疑的时候 我应该去了解一下 这是不是很严重 因为他到底不是军人 所以他 他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 他居然非常趾高气昂 认为说 那这个拿来参观 也很好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一个艺人 他我觉得他们的 那个素养很低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当然我不是说 他是一个坏人 而是说他素养不高 然后他 尤其对社会事务的素养 其实很少 所以他就信口开合 所以是因为他后来的发言 才引起民众很大的犯弹 对 但是现在有很多 其他的艺人 可能会出来 替他说一些话 反而也是受到了 很多民众的围剿 因为那些艺人讲话 都很不得体 所谓不得体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人民非常关心的是 你是不是因为钱 你有钱 对不对 然后利用那个钱 造成权力的关系 譬如说 他因为有钱 所以他可以打通关节 对不对 那一般人民就不行 所以人家生气 人家比如说 他每天带什么明牌包包 如果明牌包包 是你自己带 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民众非常生气 说因为那个明牌包 代表你有钱 代表你有权利 你知道吗 所以一种权贵的概念 所以其实那些艺人的讲 还有一个艺人讲说 谁没有缺陷 问题说人生有些缺陷 是一辈子都不能犯的 比如说杀人放火 这能说我有点缺陷吗 你说你上课迟到 还偶尔可以 对不对 有些错误是一辈子 绝对不能犯的 你怎么可以说 人都有缺陷 好像这样就要掩盖过去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艺人 对于这种 很多议题的了解度 其实不高 他们随便信口开额 想要帮忙讲话 其实反而 他们没办法观察到 群众在愤怒些什么 当然我不是说 所有群众都是理性的 但有些群众 就是基于社会 现在慢慢有 不公平 不正义的现象 发现权贵 这些连结 其实是 有钱能占尽 各种便宜 所以是这种愤怒 并不是一些 知为末节的东西 在愤怒 但是这个事情 之所以引起了 这么大的反响 是不是像您刚才说的 可能也跟这个艺人 背后可能代表着 一些权钱交易 和现在可能台湾社会 普遍的一种 仇富的心理 是有关系的呢 就是说台湾社会 因为这几年来 贫富悬殊 越来越加大 所以为什么 我常讲说 蒋经国时期 其实台湾的国民 所得并不高 可是台湾社会 对蒋经国普遍 是肯定的 为什么 因为蒋经国时期 所谓台湾创造的 经济奇迹 不是只有经济发展 而是贫富差距是 台湾历十年来 统计数字里面 是最小的 就是经济发展 却造成贫富差距缩小 叫奇迹 你知道吗 可是台湾这几年 只重视那种 经济发展 忘了贫富差距扩大 所以才会造成 社会有这么大的仇恨 其实我觉得 中国大陆 也可以明显看到说 当你的社会 贫富差距差大的时候 就会炫富 仇富的现象出现 所以这是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一个执政者 他应该考虑到 是所有人民 而不是 是不是经济发展就好 那如果经济发展 造成的 很多人很棒 可是很多人惨的时候 那这个社会会不稳定 其实听林教授说完 就发现 这不仅仅是一个 军事方面的问题 更多的还是一个 社会上的问题 大家为什么对 李倩荣这么不宽容 可能就是因为 他背后代表了 现在的一种阶层 尤其是你有钱 也就算了 干嘛还飞出来炫 他给他儿子买的 第一双鞋 也是名牌 然后说是有八千新台币 那也是非常昂贵了 可是我觉得 教授的说法 还是普遍比较理性一点 我觉得肯定是 因为你说 其实我们刚刚讨论到 说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很单纯 如果你不看 其他的衍生的新闻 的话 他就是一堆人 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然后有人打卡曝光 那爆出来的一个风波 可是为什么媒体 会弄那么大 然后变成说仇富 我觉得这当然反映出 台湾现在很多的 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我在台湾 看到有一条新闻 就开始 就是有一个新闻去整理 说李倩仁 这一批贵妇 他们平常去吃的餐厅 然后有一家 常不常去的铁板烧 大概 午餐的消费大概是台币 五千块左右 是非常高档的铁板烧 然后大家就换成 人民币大概一千块左右 就午餐时间 那我刚好跟我弟在看 我就看 我就觉得 这也还好 我不是说我常常吃的 也就是说 如果像我们一般 就是有些时候 你可能觉得 生日或是说 想要庆祝一下 什么节日 你可能也会去吃 这样的一个高消费 你觉得这些贵妇 好像也没有很高贵 就他们如果只是去吃一个 五千块台币的这些餐 可是我弟就说 他如果偶尔去吃不会 如果他天天去吃 那就真的是 你说一群人 而且二十多个人 这样常去吃 那确实是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说 其实台湾人 在看到这一批人 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是什么呢 还有一则新闻是 李千荣后来在道歉之后呢 他去有一天 开着他的名车 去接他的小孩 新闻又开始整理说 他那天提的是什么包 他手上带的是什么手势 可是这时候你会觉得 如果这些钱 是他自己 他老公 因为自己去赚来的 劳力赚来 其实他们去买名牌包 跟买这些手势 有什么不对 那我们今天究竟 他出来被炮打 是因为阿帕契 还是因为他是有钱人呢 所以我觉得 现在有些时候会失交 台湾的氛围 你会觉得有些时候 像是每一个人 都拿着一个苍蝇牌 大陆现在流行 打老虎打苍蝇 可是我觉得 台湾人民感觉 有点像是 大家都拿着一个苍蝇牌 今天就等着某一只 白木的苍蝇 轰轰突然飞出来 飞到媒体面前 然后大家疯狂围欧他 像你说 从李倩蓉 这件事情 阿帕契 烧到军方 昨天呢 因为那个 就是那个军官的 那个家人 他的爸爸嘛 跟他的姐姐 老永会 老奶会 出来道歉的 结果因为他姐姐 又讲了一堆白木的话 所以现在围欧的对象 变成了他姐姐 所以你会觉得 其实这个新闻发展 你从旁边观察 其实也是挺有趣的 因为感觉到现在 好像那个主角 已经不是阿帕契的 对就像佩芬刚才说的 这背后真的是 有很多复杂的诚意 我们也不是只有一个焦点 在这个事件中 那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我们再听 另外一位专家 他是如何解答 这个问题背后的 复杂原因的 我们下期待 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 刚才佩芬提到这个问题 真的是有很多焦点 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民生的问题 或者是军事上的问题 那我们马上来请教 台湾资深的军事记者洪哲正 其实过去在飞机前面拍照 合影 这个飞机因为它接近来非常新颖 外界非常有兴趣 有时候也会被部队拿来当公关的手段 来参观有部队 有这个公司的大老板来绕军 然后就安排大家飞机前面拍张照 事实上过去是所在多有的 但过去为什么没有被反映 没有被拿到公共论坛来做这么广泛 这么深入 这么严苛的讨论 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成分都很单纯 进来参观的人 公务人员 敌方的相待侍身 参观了他热闹的民众 但这一次因为他的事件的起头 是几位艺人跟富商 过去我们对军人 我们中华民族军人 其实印象上面都觉得军人应该要很刻苦的 我们一般的舆论或是大众也好 比较少接触说 原来军人也有豪门的妻子 也可以结交在社会上 不受注目的这些有权有势的大老板 那他做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看飞机不是一般民众 比如说他今天有艺人跑到座舱里头 拿着照相杆 拿着头盔 戴在自己身上拍照 这个事情在一般的民众上是做不到的 那一般民众对于这件事情 对于所谓大老板炫富也好 不知道是仇富或是什么样的心态 其实对这个都有某种程度的关注 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反感 结果这个事情竟然连接到了 原本认为应该刻苦 应该清廉 应该有使命感的军人身上 这几个商界娱乐界军中的一个黑暗面 被交叠在一起了 所以才会引发这么大的讨论 所以说您说军界是不是出问题 是出问题 应该纠正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被 现在目前延烧了将近的一个礼拜 看起来新闻事件还没有停歇的状况 原因就是因为这三个层面的元素里面 太多可以探讨 太多可以被关照 太多可以被拿出来讨论 所以说没完没了 也造成军方在这个事情上管控很难 军方可以管军人 但是他没有办法管到娱乐界 没有办法管到这些富商 况且这个案子里头 现在还有司法单位在接触调查 所以说几个因素的综合起来 成了一个不下于几年前发生的 洪中秋案子 这样的一个公关灾难 但是台湾军队目前面临转型 他现在要募兵 他现在要精简员了 他有些装备要更新 事实上募兵这个动作 为什么很多资深的将领 传统军人不愿意募兵 那募兵进来的人 他是社会化气息比较浓厚的人 过去在台湾的职业军人 这个训练非常完整 可能从高中开始就念到军校 士官有士官的学校 大部分的职业军人都是从军校出来的 起码接受了三四年的军校的训练 而且在他人格养成的训练的过程之中 他就已经进到军中来了 被做到一个非常非常军人的军人 那我们现在募兵也有募来的 很多是大学毕业的 很多高中的小孩子 他就来当兵了 他事实上都在主要的生活场影 生活经验都是在社会上养成的 他不是在人格过程里 在人格养成的过程里 不是军校养成的 所以说他会把很多社会上的 社会化的一些观念 标准价值观带到军中来 那其实在过程中 就会产生一些磨合的现象 一些航母军人 一些新招募来的军人 对职业的价值观 认同感 对工作上执行 比如说木兵来的阿兵哥的军人 他可能比较重视他的权益 过去的军人讲究说 哎呀你就是牺牲奉献 您到军中来就是为国服务 你要挺起腰杆 所以说很多福利都不用太讲究 这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世代 完全不同的情况 木兵制把社会上的一些观念 一些社会化的价值带到军中来 就会产生让军中产生 某种文化上的转型 那在过程中一定有阵痛 一定有磨合 那目前台湾的军队 正在处于这个阶段 我觉得一些阵痛难免 那舆论的持续关注 民众的持续关注 相信这些这个过渡期会过去的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不该去的人去了 但是好像实际上背后的问题还真的挺复杂 连这个征兵的体系的改革也会有影响 或许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变革过程中的一些阵痛 导致了过去很多优良的传统和好的纪律 现在都可能看不到了 很多人都关心自己到底能拿多少钱是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 时代不同了 你说如果说三十年前去当兵的人 我记得我在3D讲过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 那时候还有林青霞演的 我记得那部电影 很小的时候看叫中国女兵 那时候不知道我忘记是抗日还是干嘛 国共内战什么的我忘了 我看完这电影 我超喜欢看很多次 每次看完都想我要当个军人 对我要保护人民 我觉得那时候 你看一个小孩看到那种片都会有那种热血 可是现在很多人当兵 我不是说这些人去当兵 或者是说台湾的军队 他并没有保护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而且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 这些人去当兵 某些人可能啊 他们会觉得因为军队现在 很多时候是固定上下班的 然后他的薪水是比一般你平均 你像我们在讨论什么年轻人出社会 只有22K这种 他的薪水的福利是比 现在一般年轻人是好的 然后呢 可能他相对你说有退休金 然后还有你的可能你买房 或者是你说你的家人 你会有相对的税务上的补贴 就你做军人感觉就是一个薪水稳定 然后福利有很多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看在这个层面 去做军人 那你说跟那种传统的那种 一枪热血 我觉得还是有某些部分的区隔 刚刚洪泽生讲到说 他是一个震动机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透明度 他原本 我觉得不只是说台湾 我觉得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军队 他都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系统 这肯定是的 因为他确实有涉及机密 或有很多的他的一些纪律的药 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 那你说在台湾呢 以前是 现在你说包括我们刚刚一早提到的 从他一开始想要把这事情草草盖掉 到后面只包不住火烧出来 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些心态 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军队里面的那一种封闭的心态 跟那种处事的那种 官官相互的心态 就像说你举一个小例子 刚刚讲到那个头盔 那个阿帕尔奇的头盔 到底为什么可以带出那个营区 其实我看了一条新闻作 其实他如果说呢 每一个军官就是要离开营区的话 他的车子其实是要被检查的 是非常仔细检查 会检查你有没有带什么机密的文件 有没有带一些什么 什么不可以带出去的 那既然有检查的话 他为什么可以带出去呢 所以肯定是 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真的 就是官官相互啊 兵兵相互都好 军中很重的什么 学长学弟的这种制度 还有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 你就是有些时候 你要掩护我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那种心态 那现在可能好一点是因为 说是台湾媒体 我讲到苍蝇派 就每个人都拿着苍蝇派 准备打什么东西 所以相对来说 媒体的环境也让现在军方 比较可以 以前可能是你打了 到现在可能是打不动的 那至少现在 刚哲政讲到 至少打掉了十颗星星 三十七颗梅花 这其实乘处的范围是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他觉得 好是这是一个阵痛期会过的吗 可是对啊 我觉得还是要正面一点看 希望咯 对希望 可是因为军队你说真的 你会有什么人去当兵 你是不可控的 就像说那个老乃臣的姐姐 他昨天讲说 因为我弟弟从小不受教 很难管教 所以把他送到军队去 真的吗 那军队把他教好了吗 其实在内地会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你比如说你读书读不好 你可能就送到军队去 但是内地可能在训练这方面 确实比较严格 对不会有台湾这么好的福利待遇 还没有大陆的很多打工的人 他赚的多 但是可以说 大陆的军队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一提起来 形象还都是正面的 是非常好的 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 也不会说存在像台湾这种 大家会感觉现在军队怎么娱乐化了 跟明星掺在一起了 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现在其实台湾 他也是真的动了真格的 对很多人的这种处理 是史上未有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也来听一下 另外一位台湾资深的政治人物 国民党的立委林玉芳 他是怎么看待 这次满英九的政府 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欢迎回来 三地话新闻 我们马上来听到的是 林玉芳先生的连线 这次的这个 阿帕吉军机的事件 有很多的媒体 或者民众就认为 马先生他是有一点点 后知后觉 那这是不是跟之前 可能在九合一选举中 因为国民党失利 可能是马先生 在这个行政上 会有一些捏手捏脚有关 还是说确实是 可能之前对军方的监督 是没有那么到位 其实没有了 这个马之五 在军队的管理上面 其实算是蛮认真的了 一个普遍的现象 在全世界都一样 没有打仗的军队 都不好管 你没有打仗的军队 机率的确的确比较差 最重要没有危机感 没有危机感 那就变成九讯不战 那就变成会怠惰下来 所以这个情形是这个样子 严格讲起来这种事情 就是这位中校的军官 他就是让亲戚朋友 进去参观一个军事基地 他所工作的地方 然后这个参观这个 阿帕奇直升机 然后上去坐了 就是这样子 你说严重吗 那就是说军队 怎么可以任由外人 进进出出呢 你说这个不严重吗 他就是让他们进去参观 也没有所谓的间谍的行为 然后也没有什么破坏 这个器材的行为 所以这种东西你说严重 也严重啦 那用别的一些人 其他人的观点来讲 这个就是一种松懈啦 你要说很重大的军纪的问题吗 其实也没有 你说有什么泄密的问题吗 对他们来讲也没有 因为美方自己都讲了 这个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我昨天咨询了 这个国防部这个部长 那美方的回答就是说 他讲的美方就是说 这个没有什么泄密 最严重的大概是头盔 把头盔带回家啦 可这个头盔呢 它只要是 没有坐上阿帕奇直升机 这个头盔 就是一个一般的头盔 它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因为你要坐到阿帕奇直升机 跟这个机 这个母机 做了联系以后呢 感应了以后呢 因为他后面有个感应片 感应了以后呢 大概输入这个一些资料 然后才变成真实的开机 然后呢 才会有资料传输的问题 也没有泄密的问题 所以严格讲起来 没有泄密 但是行为是不好的 当然在野党也好啦 台湾所谓的民嘴 台湾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民嘴 他们借这个机会 任何小事他们都要把讲的 非常非常严重啦 那我承认 就军机上来讲 这的确是要好好地整顿啦 嗯 可是另外一点来讲 这需要讲到 像有人说要求部长下台 呃 也要求这个总统 甚至要真实道歉等等 我看这个大概都是 某种程度的政治斗争吧 嗯 像这个现在军纪的问题 除了您刚才说的 可能是多年都没有实战 呃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可能说是因为 岛内的这种蓝绿 政治的对抗 然后让很多呃 军方人士 对这种政治的认同感 没有那么强了 所以才造成了一个军心涣散 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们早就军队国家化了 嗯 我们的军队国家化 军人自己本身心理倾向谁 这个他们 自己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当然严格讲 因为历史跟传统的原因啊 嗯 军人 特别是军官 当然是比较倾向 这个国民党 嗯 比较倾向执政党啊 嗯 然后这么多年了 也的确执政党是比较照顾军人 嗯 啊 军人 这个公务员 教员是比较重视 这跟早年因为 这个蒋介石的时代 因为 这个要想要把一个国家 很快的带入上轨道的话 这军公教一定要优先要去照顾啦 嗯 然后才能够吸收优秀的人才 进入这个体系 为国家服务 那这样的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才会提高 教育素质才会提高 然后军队的作战能力才会提高 这个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啦 嗯 在全世界也都有 特别照顾 像这个军人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做法 那美国军人的待遇 那好得不得了啦 嗯 所以长期来看 当然就是说 军人啊 特别是职业 职业军人 当然是对于国民党是比较支持的 这是 没有画像 可是我也觉得 一个国家没有军人 你看我们台湾四面环海 我们还要守一个太平岛 嗯 对不对 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钓鱼台问题跟日本都还没有解决 我们要守的海洋 要守的疆域也很大 所以我们也要一直强大的军队才行 对吧 其实台湾内部的问题 可能跟这个军队的关系 现在军纪涣散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虽然两党的执政 在交替 可是现在毕竟军队已经是 不再受党的这种控制了 所以 但是他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 说台湾真的是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民罪 不我觉得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讲 说其实你说 会可悲是到现在 其实已经失交 就重点现在 已经好像变成是那个军官的姐姐 已经不是这个飞机的事件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可悲的事 可是讲到军队 其实当然我觉得 马英九政府 他在执政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 他就必须要负起责任 因为这是他执政 可是你说整个军队的 刚刚有提到说 可能去当兵的心态不同之外 其实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其实也对整个军队有很大的影响 是因为刚刚林委员也讲到 过去一般来说 军队是比较可能亲国民党 或者比较偏蓝的 传统的军功教这样的体系 可是当陈水扁民党执政之后 陈水扁对军中 他希望可以慢慢 就在军中扶持他自己的势力 因为传统都是蓝的 所以其实在这时候 他很多时候拔 就是拔足了他一些很 就是可能会跟他比较亲近 挺他的 然后甚至有 那时候有传出买官卖官 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说在那八年的时间 让这些 如果说上面的军官 都只记得要拍马屁 跟可能要可以买这样的 星星跟梅花的时候 说真的那下面的小兵又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一路以来你说军纪这种东西 他不是一天两天 突然间女千龙打卡 突然才发现军纪换散的 应该是一路以来 可是我也觉得其实 当然因为现在有些评论讲 现在媒体一窝蜂 或是扎评论一窝蜂在讲说 好像这个军队就再也不行 好像换散到一个趴在地上 没得救 好像其实是对现在很多的 其实很尽责的军人 其实也不公平 所以我们宁可相信 这还是一个个案 就是有某些部分 再说其实 虽然说这个老乃城 他当然做了他不太恰当的事情 可是呢 你另外一面也要讲 其实他能够到美国去培训 成为总指教官 来开这个最先进的阿帕奇 其实他是非常优秀的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优秀之后 他可能也 放纵了 对放纵了 但是其实说真的 另外一面 他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那只是说 怎么在价值观吧 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军队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怎么样 从小就是价值观的 良好价值观的建立了 对确实 因为像这次 其实军方可能一开始 只给他申戒嘛 所以没有那么严重 他也不会被撤职 那现在这个处理是真的 可以说是在台湾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处理模式 那当然刚才 林委员他也提到了 说在这里面 媒体可能是有很大的作用 我也就这个问题请教了他 我们听一下 林委员是怎么说的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媒体 或者大的舆论环境 其实是对现在的政府是非常不利的 很多人会说 台湾办案是政府跟着媒体走 媒体说到哪儿 政府才去做到哪儿 是真的这样吗 的确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要必须要承认 这个就是一个事实 那台湾的确就是 有时候就是媒体治国 民主治国 这是的确是有的事情 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军方在发现这件事情之后的处理 是可以说跟现在相比 是非常轻微的 但也有人 不不不不 我是打电话给国防部长 当时的确这个女 这个女是有问题 他们惩罚的时候 是给这位老中校 这个寄了上个审价 对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部长 我说部长 我说这个难度 社会悠悠之重恐 那这事情闹这么大 的确是带了外人进到了 不应该进去的军营 而且还上了这样一个 很精密的装备坐在上面 这是不妥的 这个处罚是不行的 部长后来打电话给我 他说这件事要连作 连作就惩罚三级 他还同意我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子 就是算是处理了明快 因为你要有新的施政 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 你第一次这个证据到哪里 那就记你的过 所以其实说现在的这种结果 其实更多的是军方内部自查的结果 而不是媒体的这种炒作 或舆论给的压力 是吧 当然有舆论的压力 当然是有 否则我是觉得像这个指挥官 我坦白讲 记两个小过也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你说到最后都要拔掉 也是我也觉得说 你现在不这样 装饰断碗的话 这个火越烧越大 也不是办法了 这个我们当然这方面 现在媒体 什么LINE Facebook 那样子的 这个盛行 随便一件事情 都很短的时间 都可以烧得很大了 那现在会不会有一种现象 就是媒体很多时候 会有绑架这种行政的 这么一个 那我看所有民主国家 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 这是没有办法 任何的执政党 执政的时候 都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而且都非常的不讨喜 就在很短的时间 可以集结大规模的不满的人 上街头示威 或者是这个 在网页上大肆的批评 这个坦白讲是没有办法 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所谓的这个募兵的问题 因为台湾现在已经走向募兵制了 没有征兵制了 那你募兵的话 如果你军队的形象不好 过后被陷阑 过度被夸大 变成形象很糟糕的话 那讲实话 以后就没有人敢进来当兵了 那你招不到兵 也不会招不到 可是招进来的就是重量不重值 那这样子才真的会造成 这个军队的这种品质败坏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未来的这样的事故 就会越来越多 其实媒体是一把双刃剑 你看这方面 台湾的话 媒体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但是就像他说的 可能你需要一个好形象的时候 你还是要找媒体 让媒体去发挥一个正面积极的作用 你看内地 基本上媒体是 可以说是在很多方面 是帮政府加了很多分的 经常会宣传一些 政府希望大家知道的 向上的 引导整个社会舆论 都是非常正能量的 可是我刚刚讲到 其实这中间你说媒体 我觉得媒体当然起到监督作用 可是有些时候 当我们在透过 就特别是一般民众 在透过希望媒体给我们 好像尽可能去挖 去爬粪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 有些理性还是要存在的 就像说刚刚林委员讲到 很多时候其实你说 他讲到说军事部门 其实要做 只是媒体跑在前面 那当然是罗生门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可是媒体有些时候 确实可以把很多的 其实不应该是 媒体应该知道的内容 都可以报道出来 就像说在征讯这些人 你会发现每天媒体都 你说在好像说 今天检察官在征讯春雨的时候 他突然春雨爆出 还有第四团 这种东西 为什么媒体会知道呢 因为照理说 应该是检查的时候 应该是侦查不公开的 那不是有人透露给媒体 要不然是媒体装窃听器 这其实是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 但为什么大家 只是看到这个料 而不看到 他是不是已经 没有在这个合法 跟在这个道德的 这个尺度上面 去做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当然 这是太高 太高水准在看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原点 就是不管这个 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是 其实你说这个东西 是跟谁买的 你说美国 美国这上面 你说在军购上 或者是说美国会怎么看 其实台湾 泄密这好像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就像之前 好像曾经有 台湾要做演习的时候 因为美军好像想要参观 要观摩 可是这事情 很早就被媒体曝光了 所以美军又不高兴 这种是机密 为什么媒体会曝光 所以其实这件事 还有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美军 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个信任度 你说你每次好 你说军购 当然有它的一个战略 可能一些其他的问题 可是我好 你每次都要我把一些什么 最好的或最先进的卖给你好了 那可能这种东西 你们自己上面 你们自己都保不住密 然后帮我到处 好像把我的这种武器 都宣传给全世界 所以这也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 那当然还有一个 其实阿帕记真的很贵 因为不是这件事 我还真的不知道 一台要7.7亿美金 对 真的非常贵 而且那个头盔要200万 200万台币 但是最新的证实 我看到一个消息 说只要18000 对 可是那是因为 好像是它有不同的品种 就是如果要挂上去的是有200万 可是它带的出去 那个不是那么贵的 可是这就是 台湾也在讨论一个问题 需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在做军购 那当然因为两岸的关系 其实近年来 其实已经不是当年的那样 其实是慢慢朝和平的 这样陆续在讲 所以你需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可是我刚刚讲到 因为这真的没有那么单纯 有些时候 你必须要买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要维持 跟美国的关系 或者是要跟美国来 来证明我们有防卫自己的决心 所以你必须花这些钱 那是一种政治问题 那我只是觉得 这件事情各个层面 都有它的问题浮现出来 可是我今天看台湾的媒体 似乎已经焦点不在这件事情上了 这就是一个 你很典型的 当他烧了十几天 烧到连他的祖宗八代 都挖出来之后 突然有一天 有另外一个新闻的时候 媒体就不会再关注了 其实说真的 这件事也就过了 对 其实这是健康的 真正的重点应该是放在 这个军队的戒力换算 会不会影响 台湾军方的这种防卫的能力 能不能真正保护 台湾人民的安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虽然军方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但是很多民众还是会有些担忧 因为毕竟这个军机换算 从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靠现在的这么一个 对高层长官的处罚 或者说对 饭室的人员的这么一种去职 会不会真的就整个扭转了这个风气 大家都打上了一个问号 包括刚才佩芬 讲到的对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 这么一个影响 其实民众也很担忧的 会因为这个事件 会想到如果影响了美台关系 那真的是对台湾人民来说 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结果 当然如果说大的两岸的环境 是一个和平的关系 但我也相信 即使说台湾的军方出现一些小的纰漏 但是相信最终两岸 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所以也不用那么的担心 对吧 一时半会儿估计 大家还是很安全的 所以我比较好奇 那个第四团的进去参观 那两条狗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狗 这是我现在比较好奇的 对不是说这个飞机打扫的是外劳吗 对外劳也是不合法的 所以你看 其实可能有些时候 我觉得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去干这些事 只是无意规定的 原来这几个外劳就在那 那就让他来打扫了 所以只是说有的时候 可能还是这种细节的条文的工作做的 不够好 不像我们这边大陆这边整天学习文件 一个文件下来你一定得学清楚 那这个可能也是台湾这方面 需要向我们这边学习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3D话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淳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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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